婆婆老是拆我的快递 晒朋友圈黑我 老公做事不管 整天和别的女人打得火热 我忍无可忍之下 把公公婆婆的私事发到朋友圈 让她也尝尝见光死的滋味 婆婆立马坐不住了 在评论区撒泼 你个贱蹄子 赶紧给我删了 不然我撕烂你 老公也说 再不删我们就离婚 他们都以为我好欺负 可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直播间搞活动 我头脑发热买了很多快递 因为孩子要吃奶 所以很多快递都是让婆婆帮我取的 好不容易哄睡宝宝 终于闲下来 我拿起手机准备看还有几个快递味道 却注意到微信消息一直在闪 因为有孩子 所以平时我手机都是静音 现在才看见消息 这么多消息 本以为是闺蜜群的聊天 点开微信 却发现上面有妈妈 大表妹 二表妹给我发的消息 平常不联系的人 怎么今天都找我 我还没点开看 就接到妈妈给我打的电话 笑笑 你婆婆是不是今早没吃药 在朋友圈发什么疯 赶紧让她删了 不然我可要上门追杀她了 妈妈的声音很气愤 不似平常温和的她 婆婆发了什么 以至于让妈妈这样 我赶紧点开朋友圈 打开第一条就是婆婆发的 有些人客服就算了 连女儿都管教不好 我李家家风清正 还没见过买这种裙子的媳妇 是要穿出去勾引谁呢 丢人现眼 才刚生完孩子没多久 就管不住自己要去勾引男人 真是个骚狐狸 配图是两套性感的连衣裙 一套黑色的 一套眉红色的 看到这段画家照片 我感到胸腔翻腾倒海 肩膀止不住的颤抖 我什么时候买这种裙子了 而且这贵个尺寸 明显不是我的 因为刚生孩子没多久 身材还没恢复过来 过于肥胖 所以图片上的裙子 我根本就穿不上 婆婆说话恶毒 朋友圈下面还有我和婆婆 共同好友们的调侃评论 多数都是老公张伟 亲戚家的兄弟 加上其余我不知道的 想想都两眼一黑 怒不可遏 我直接冲出去找婆婆 她一边小声动闹 一边使劲拆我的快递 发泄般的把我买的东西扔了一地 我强忍着怒气说 妈 你微信号被盗了吗 朋友圈不是你发的吧 婆婆见我出来 踢了一下快递 是我发的怎么了 我儿子上班那么累 你就不能让他晚上歇会 还变着法的买这裙子勾引他 我深呼口气 那裙子不是我的 我也没有勾引他 再说 就算是我的 你怎么能私自拆开我的快递 婆婆不屑地说 我儿子挣钱买的 你一个靠我儿子养的人 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还不是勾引我儿子 那你是想出去勾引野男人吗 这话难听的我是一点都忍不了 我花我老公的钱 你再唧唧歪歪什么 他挣钱就是给我花的 还有 那裙子真不是我的快递 你赶紧把朋友圈删了 把快递送回去 不然到时候人家报警抓你偷东西 婆婆没理我 直接去楼梯间找到快递盒子 扔给我 都是从姑娘家过来的 有什么好害羞的 还说不是你买的 你自己看看 收获地址电话名字 哪个不是你 我拿起快递盒子一看 收件人还真是我 可我真的没有买这种裙子 难道是张伟背着我买的 可他买的根本不是我的尺寸 那他是买给谁的 婆婆看我不说话 以为我是默认了 开始冷嘲热讽 当初我是看你单纯可爱 才让我儿子娶了你 没想到你那么喜欢勾引男人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本想接着对婆婆 可看着快递箱子又没底气 气得跑回屋里 准备等张伟回来质问他 忍不住 我又点到婆婆的朋友圈 有心的共同好友评论 是张伟的小姨 小姨 还是年轻人有情趣 怪不得能生儿子 待会让笑笑把链接发给我 让小芳也试试 看看能不能勾起我那没有女婿的兴趣 争取也生个儿子 婆婆 哎呦你自己问笑笑要吧 我可不敢 刚刚笑笑不高兴了 好一顿吵我 现在婆婆难做 我们那时候谁敢和婆婆干架啊 小姨 笑笑还敢和你干架 晚了天了 有些媳妇啊 就是得好好教训教训 才能老实听话 之后小姨点我明评论 笑笑 你是小辈 应该尊老爱幼 别以为你生了儿子 就能压婆婆一头 我们小芳伺候婆婆那么多年 还没像你这样 视宠而交呢 小姨以前对我还可以 但从我生孩子之后就有莫大的敌意 张伟告诉我应该是因为生儿子的原因 小姨一辈子只有小芳一个女儿 可惜小芳结婚多年 前段时间我们同时生产 她生的女儿 加上之前生的 一共三个女儿 听说小芳用了很多偏方 可就是生不出儿子 尤其三胎女儿后 就被国家嘲笑不下公蛋的母鸡 她老公还窝囊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地伺候婆婆 女儿生活得不幸 小姨就弃所有能生出儿子的人 这简直是荒谬 生男生女又不是女人定的 小姨把气撒到我身上 我凭什么受这气 我直接评论区回复小姨 你家小芳那么会伺候人 怎么还会被婆婆嫌弃 生不出儿子呢 莫不是小姨叫得不到位 小姨一辈子连儿子都没有 那等将来小姨死的时候 连为你摔盆的人都没有 你应该还没绝经吧 不如赶紧和小姨复再造一个 我婆婆发的战袍 你是不是看上了 打着为小芳要链接的旗号 其实是你自己想穿吧 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啊 我在评论区一顿输出 婆婆 笑笑你在说什么 赶紧删了 小姨是你的长辈 你说这话有没有尊卑 小姨看看 这就是你的好儿媳 说话这么恶毒 能教好儿子吗 老天爷真是不公啊 我小微那么好 贪不上一个好儿子 我回婆婆 教养是对尊重我的人才有的 像小姨这样喜欢嚼舌根的泼妇 就得以牙还牙 小姨 你说谁是泼妇呢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我 谁承认谁就是泼妇 张伟终于看到我在评论区和小姨吵 接连给我打好几通电话 我直接挂断 她妈在朋友圈发这么长时间动态了 我不相信她刚看见 一个婆婆 在朋友圈公开发文 嗨媳妇 就连和丈夫之间的小情趣 都在说勾引男人 这是一个婆婆应该做的吗 这简直是傻缺 更何况 这裙子也不是我买的 我想 婆婆还是因为那件事已有所指 可那不是我的错 有一次我抱着孩子在房间喂奶 逢了美观 等我喂好之后 发现公公在门口盯着网里看 我吓得赶紧放下裙子 正好被婆婆看见 她就觉得是我不检点 明立案例在勾引公公 我真是比斗鹅还冤 从那以后 每次喂奶我都是锁紧房门 张伟回来后 我把裙子甩到她脸上 这是不是你买的 张伟直接承认了 这不是我的尺码 我根本就穿不上 而且我最讨厌眉红色 张伟略带嫌弃的上下扫了我两眼 那正好是你减肥的动力 看你现在胖得像投猪 带你出去见人我都嫌丢人 张伟说话简直在放屁 没生孩子之前 我身材不说像模特 但也是凹凸有俏 我生气的说 张伟你什么意思啊 我这还不是为你生孩子胖的吗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吗 有时候要反思一下自己 不要动不动找理由 这里所应当的话 让我为我自己选择的婚姻充满了失望和后悔 我怎么也没想到 结婚前和结婚后的她 叛弱两人 好好好 我不跟你扯这个话题 你妈朋友圈发的 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她一个长辈说你两句 听着就行了 你是儿媳妇 在家就让着她 不要动不动就和她吵 可是你妈非说那是我买来勾引你 她冤枉我 我凭什么要忍着 而且你亲戚们都能看见 我以后怎么见人 你要是把我妈伺候的服服贴贴 她能发朋友圈说你吗 张伟居然这么说 脸上还颇为不耐烦 好似我小题大作一样 原来在她眼里 什么都是我的错 我直接把她撵出去 让她陪她妈睡去 反正她爸和调友出去旅游不在家 没想到 张伟二话不说 拿着枕了被子就去了婆婆房间 连续几天 张伟都睡在婆婆房间 直到公公旅游回来 她才臭着脸回房 第二天起来 我看到裙子还在房间放着 想着让张伟晚上下班回来 一定要去退了 可我就去了一趟超市 回来发现眉红色那套不见了 张伟这个时候在上班 绝不可能回来拿走 本想去问婆婆 却发现婆婆不在家 那裙子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 难道是我拿了放哪里迷糊 想不起来了 却没想到隔天 我在阳台抱着宝宝晒太阳 在楼下一层住户的阳台 见到了同款裙子 高高悬挂在衣架上 让人不注意都难 那家是刚搬来一年的租户 经常见到 我嗅到事情的不寻常 他家绝不可能正巧买同款 我暗自观察着 这天早上肚子疼 破天荒起的早 索性不睡了 站在阳台晒太阳 不经意低头一看 公公提着早餐回来了 终于可以换换口味 不用再吃婆婆做的饭 可我等半天 也没等到公公上来 直到半个小时后 公公才两手空空的回来 我绝不可能看错人 那就是公公 可是早餐去哪里了 扭头看向正在哼黄眉戏的公公 明显心情很好 他不对劲 公公虽然已经内退 可身体还算硬朗 又爱导吃自己 所以看着比十几年龄 年轻三四岁 怀疑的种子落下 就再也经不起推敲 我开始监督公公 第二天 我专门起早 在阳台等着 公公还是和昨天差不多的时间 提着早餐出现在楼下 等了五分钟 公公还没上来 我跑到电梯那一看 电梯果然停在楼下那一层 很明显 公公出轨了 那枚红色裙子 百分之九十是被公公拿走了 想到公公平时一本正经的样子 以及那天高高挂在阳台的裙子 我直接反胃 再怎么说 也一把年纪了 居然还会出轨 我本想把这件事告诉张伟 专门抱着宝宝在阳台等他 可我明明看见张伟停好车进楼洞了 五分钟也没见到人回来 难道 我赶紧跑到电梯那一看 电梯果然停到楼下那一层 张伟去楼下一层干什么 难道他知道公公出轨 去桌间 不可能 张伟要知道公公出轨 不可能这么平静 楼下一层早就闹翻天了 除非张伟也出轨了 自从我怀孕发胖后 张伟就再没碰过我 生孩子后 我向他是好 他都说工作太累 没心情 但我还是能发现他每次看见我肚子上的任身闻玄气的眼神 所以我们很久都没有夫妻生活了 难道公公他俩喜欢同一个女人 随即摇摇头 不可能 那女的虽然风韵有存 可怎么也得四十多岁了 张伟的口味不可能那么重 倒是他对门那个刚离婚的年轻女人 小微还有可能 思路打开 我顿悟 我连忙去找黑色那套裙子 却怎么也找不到 一套霉黄色裙子 一套黑色裙子 那两套裙子根本不是买给我的 是给他们找的女人买的 我直接没忍住 去洗手间吐了半天 酸水一直流 恶心 太恶心了 从小我爸爸就去世了 张伟是我的学长 我们在学生会认识 她追了我三年 每天照顾的我无微不至 我很感动 同意和她在一起 我妈却对她很不满意 因为两家见面的时候 闹得不是很愉快 她家以张伟是独生子为由 不想买婚房 他们说结婚后我怀孕婆婆 还得搬来照顾 公公也老了 老两口不能分开 房子买多了也是浪费 还不如把钱都留给我们 我一听 也在理 就同意了不满婚房 大家一起住 妈妈对我恨铁不成钢 说早晚有我后悔的一天 事实证明 妈妈是对的 和公公婆婆一起住的每一天 都是煎熬 结婚后婆婆是把钱上交了 可没给我 都给了张伟 而且我怀孕后孕吐严重 张伟就让我辞职回家 婆婆就开始看我不顺眼了 成为家庭主妇 身为大学老师的张伟就成了婆婆眼里的香波波 到处闲摆 公公曾经盯着我喂奶的事 也被婆婆记恨在心里 本想为了孩子忍气吞声 可没想到 那天姐听到的对话 让我头皮发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